如果降臣的身体并不是原装的,那么各位良粉还喜欢可爱的降臣姐姐吗? 据李导在模糊的透露上来看,降臣的人设是除了头部和躯干部以外,其他所有部位精士犹他人拼凑起来的逗笔科学家,结合片头区张子凡背后的降臣之手,以及在本画降臣扔出的迷你小人的红色瞳孔来看,降臣原本眼睛的颜色应该也是红色的。 而目前降臣的眼睛与子凡未失明的眼睛颜色相似,很有可能降臣现在的眼睛便是张天师子凡的眼睛了。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,小编一想到子凡没了两只眼睛,空洞洞的眼眶,还是挺心疼他的。 不过我觉得目前降臣应该也是拿来做实验,用不了多久我估计就会物归原主。 在这里我就不得不表扬夏若森的建模细节了。 我们都知道,降臣的一只手乃是杨贵妃杨玉环的手。 在这张图片中,降臣两只手的颜色并不一样,并且貌似两只手的大小也是有所差异。 看来降臣为人也算是比较实在的了。 在第三季中,大帅也明确交代了当年杨贵妃并没有被真正刺死,只是死在了玄宗的心里。 那么降臣又是如何找到杨贵妃的灵物呢? 我觉得若森在这里也算是埋下了一个伏笔,很有可能会在今年播出的大帅电影中揭晓这些了。 这波梦幻联动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期待了。